好好的 怎么就得了脑梗呢 教你四招来预防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这个问题是高死亡率 高复发率 高致残率的疾病 只有及时发现了才能做到及时治疗 提前预防是最好的办法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脑梗它是怎么发生的 以及如何提前有效的预防脑梗 很实用啊 大家点个免费的小红心收藏起来 根据我临床上看到患者的经验啊 告诉大家 脑梗呢 其实就是它是堵住了 堵住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呢 一方面就是瘀制瘀着 血瘀斑块 供不上去血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啊 你要赖自己的身体里边能量不足了 能量里边中医包括着气 包括着血都不足 怎么能够供应到脑去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堵的方面 接下来我们要说呢 治疗和预防的原则 就要从这两方面去解决 一方面让它能量充足 让它这个血能够供应到脑 第二方面就是道路要畅通 别堵住 因此呢 给大家提了这么四点 第一呢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 以避免血栓的形成 同时呢 一定要戒烟戒酒 第二呢 要学会调节情绪 不要大悲大喜 尽量让我们的心情呢放松 才有利于身体健康 第三呢 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避免受凉 同时要注意我们适当的体育锻炼 第四呢 要合理的安排饮食 既不要油腻 也不要营养不良 大家有任何脑梗方面的困扰的话 都可以随时和我沟通 我会为大家解答 请多订阅您的散看